是算是这个小套房 然后屋林又算是很新的屋林 在安和路上 而且它又有学区的优势 它旁边就是立人五国小 装潢走的是欧式风格 深色系木头 让整间套房看起来更高贵 格局做成一房一厅设计 还有一间小厨房 跟干湿分离的浴室 这间套房全壮13.68平 屋林八年 但因为大安区学区优势 目前屋主开价1580万罕卖 拆算每瓶单价高达115万 比当初新城屋时涨了将近三倍 大安区的学区宅 一般都可以在座出租的使用 所以对于一些购买的一个民众来说的话 他们的意愿会比较高 相较周边来说的话 学区宅大概跟非学区宅的价差 会差到一到两成以上 学区加持下大安区 甚至出现最贵的预售套房 每瓶单价高达175.9万 而最新实价登陆资料中 五大最贵的路段 第一名是仁爱路三四段 每瓶平均价格111万 其次是敦化南路一二段 大安路 林宜街 还有安和路 特别的是前五名中 大安区就囊括了 其中四名 其实以大安区来说的话 它就是一个传统 所认知的一个豪宅的区域 那当然其实对于一些 高资产的客户来说的话 他们都会认为 就是买在大安区 相对而言比较具有保值性 也不可会言 它的客户确实口袋比较深 大安区整体平均房价 也已经高达90.7万 这蛋黄区中的蛋黄 依旧是有行有事